今天到昨晚凌晨 就是確診了61宗個案 其中包括3宗輸入性個案 33宗相關個個案 25宗暫時未找到源頭 其中有一位就是1972 就是一個女士64歲的 她是做陪診員的 即是會去一些老人院那裏 就會接一些老人家陪入醫院 或者陪看醫生 那她就在潛伏 因為她每一天都會陪一至兩位的老人家 就會去醫院 變成她在病發前後的那個時間 都接觸過很多個老人家 和一些老人院 那這裏我們都是在跟進的 那因為現在社署那裏 都有幫那些老人院那些員工 就會抽些樣本去化驗的 那我們都跟他們聯絡著 就會安排 即他們去過這些老人院 就會早些接受這些這樣的監測 那可以早些測試 看看會不會有一些隱性的患者 那這個個案的接觸面 我們就是比較擔心的 到這邊 我們也會放在這裏